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esting Michael Testing Good 好 大家早晨 Online的電影節目早晨 我們今天來看《以初一書》的第十二章 分段很簡單 一到三節是一段 然後四節到六節是一段 兩段都是到哪日再哪日開始 所以這張聖經其實是宣告一個日子 宣告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又是以色列人盼望的日子 這個日子是必定會來到的 所以其實這張聖經很特別 因為這張聖經其實是從一章 一直到十一章之後 所發出的一個小小的總結 因為到十三章開始 就是這個預言的主角 就轉了去巴比倫 轉了去列國 所以其實這個十二章 可以說是前面對以色列的預言 的一個小小的總結 而這個總結很特別的地方是甚麼呢 其實十二章就像一首歌一樣 所以我給他整個十二章的題目 就叫做救恩重歌 是一首歌重救恩之歌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把戲劇化一點看 就是以作為發預言發預言 到這個時候 忍不住就唱這首歌 作為一個中間的轉接 然後話風一轉 就開始針對巴比倫 針對其他的列國神的心意 究竟是甚麼 所以這首歌是一個總結 這首歌也是一個讚美 這首歌更是一個宣告 但這個會是很特別的 因為前面的預言所說的 都是以色列在神的震怒之下 以色列在神的審判、管教之下 他們面對的命運是悲慘 你想想,正常來說 冰臨城下 馬上要過破家亡秘魯 喂 在這種情況下 怎麼可能還可以唱歌呢 但他唱的不是一首悲歌 他所唱的竟然是一首救恩重歌 即是在一個這樣的 死人淋漏屋留逢夜雨 在這種情況下 竟然唱出的是一首充滿盼望的歌 竟然唱出的是一個充滿 光明的歌 其實這首歌一唱起來的時候 是要讓以色列人知道 今天他們所經歷的一切 是神的管教 但這個管教不只是為管教 管教之後 以色列要進入一片輝煌 在這個災難過後 是一個極大的盼望 是一個極大的拯救在前面 原來這個審判是拯救 原來這個管教是帶著拯救的 這個才是管教的目的 如果不是的話 就真的毫無盼望 爸爸媽媽打你 爸爸媽媽罰你 目的是要你好 如果他只是為了打你而打你 那叫虐待 對嗎 這就是那個分別 他罰你 其實是要讓你進步 讓你更好 讓你更明白 父母的心意 並且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今天這個十二章 是非常有意思的 如果沒有十二章的話 其實那個盼望在哪裡 對嗎 對 那就是讓我們看見曉光 就像我們現在在COVID-19一樣 如果我告訴你 COVID-19是不會完結的 機場是不會重開的 經濟是不會重啟的 就是這樣到永遠 哇 那怎麼辦 是不是很沒有盼望 但不是吧 其實我們懷著一個心情 就是等待復甦的日子 等待復興的日子 等待更美好的日子在前面 我們才有動力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怎麼會有希望呢 所以這一首的眾歌 其實也是一首的希望之歌 在這一首歌裡面 看到那個盼望 好 我們來看經文的內容 我們先看一到三節 第一個大團 他說 到哪日你必說 要說我要清重你 因為你雖然向我發怒 你的怒氣卻已轉燒 你又安慰了我 看阿神是我的拯救 我要依靠祂並不懼怕 因為主也和事 我的力量 是我的詩歌 也成了我的拯救 所以你們必從救恩的傳言 歡迎取水 這個宣告真的充滿排忙 他說到哪日 這是一個非常肯定斬釘截鐵的語氣 即是那一天一定會臨到的 到哪日 哪日就是一個拯救的日子 拯救的日子必定會臨到 拯救的日子必定會出現 在這個拯救的日子裡 你必說 即是到那一天來到的時候 你會發自內心地 向神發出那個讚美和讚嘆 不要忘記在這個時候 以色列是還緊撥翼頂撞神 定義遠離神 甚至為自己多爭偶像的情況下 但是雖然目前是這樣 這個美好的日子一定會來到 當這個拯救的日子來到的時候 你必說 即是他們的心裡 不再是還緊的 不再是撥翼的 不再是頂撞神的 甚至他們要從心底裡 真心真意地去說 要說我要清重你 拯救的日子臨到的時候 人要向神發出清重 再還緊 再撥翼 再硬頸的以色列 都要發自內心地 向神發出那個讚美 發出這一首的讚歌 發出這一首的眾歌 是因為神的救恩臨到 因為他們親自經歷了救恩 所以你看不見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原來秘魯是一個祝福 原來《國破家亡》 是將他們的靈性扭轉的一個關鍵 他們經過《國破家亡》 經過《國破家亡》 經過《苦痛》 經過《流淚谷》之後 竟然最後 是可以從心底裡 向神發出讚美 而且甘心樂意說 以後我要清謝你 因為你雖然向我發怒 你的怒氣卻已轉燒 你又安慰了我 為何他們會從心底裡 向神發出這個讚美 因為神的怒氣已經轉燒 我們如果記性好的話 記得我們前面 一直讀下來的時候 記不記得第九章、第十章 第九章、第十章加起來 有四個的 雖然如此 而華的怒氣仍未轉燒 他的手仍身不縮 記不記得 連續出現四次 從第九章到第十章 其實早在第五章也出現過一次 即是 而華的怒氣仍未轉燒 他的手仍身不縮 所以本來神的怒氣 是沒辦法可以消除的 他的手一直重重地加在以色列人身上 一直帶著極重的審判 但是去到哪一天的時候 而華的怒氣卻已轉燒 所以你看到 而華的怒氣不過是一縮之間 但是他的恩典卻是詞外長處 所以去到哪一天的時候 你會發覺神的怒氣已經消除 神的怒氣已經過去 審判的日子已經過去 災難的日子已經到了盡頭 我覺得今天在這個時候 讀這一章的時候 也特別有味道 即是 好像神也跟我們說 今天我們所面對的困難 也要到盡頭 我們發出讚美的時候到了 其實真的越來越有感覺 因為我們前面四十日禁食 禁食到尾聲的時候 表裂處所可以重開了 所以上個禮拜五晚 我們可以一起實體地討告 剛剛過去的禮拜六和主日 弟兄姊妹又回到我們當中 當我們一起在這裡面對面敬拜的時候 那種的開心 那種的滿足 所以以色列人也是一樣 這就是這篇詩篇中 所表達的一樣 最後你要從心底裡 發出這個讚美 不知道是否因為內母回教會 其實我們在這個疫情 我們有四個月的時間 是沒有辦法聚集 但是當這四個月之後 你回來的時候 可以再次在現場裡 去敬拜的時候 那種的喜樂 當他們經過流淚谷 當他們經過過破家亡秘魯 之後 當他們能夠再一次 來到神的面前的時候 那種喜樂的滿足 是無法形容的 所以他們從心底裡 感受到神的舊因 神的怒氣已經轉燒 而且神又安慰了他們 其實原來在秘魯當中 神仍然有恩典 就算在秘魯當中 神親自安慰他的百姓 所以這個秘魯 雖然好像很難過去一樣 原來神的同在 其實沒有離開過 即使他們被拋到列邦 列國當中秘魯的時候 神的安慰始終與他們同在 神始終手牽著手 跟他們一起經過這個艱難的歲月 到最後 以至到他們從心底裡 向這個癡下救恩的主發出讚美 所以詩人忍不住 他就說 看下神是我的拯救 我要依靠他 並不懼怕 因為主要說 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師哥也成了 我的拯救 第二節 就是前後 都是用拯救來夾著 看下神是我的拯救 他也成了 我的拯救 拯救 第三節 再來一個拯救 我必從救恩的傳言 歡迎取悉 其實救恩這個字 和拯救這個字 原文是同一個字 英文也是翻譯同一個字 都是salvation 所以拯救、拯救、拯救 救恩、救恩、救恩 看下神是我的救恩 我要依靠他 並不懼怕 這一首是一首救恩的眾歌 所以在這裡 歌頌神的救恩 其實第二節 看下神是我的拯救 作者故意引用摩西之歌 其實這一句的歌詞 是在摩西之歌中引用出來的 摩西之歌就是記載在 《春埃及記》第十五章 就是以色列人 暗言闊暴 離開埃及 神為他們分開紅海 走乾地而過之後 摩西就唱起這一首 《摩西之歌》 當然摩西唱完之後 有《美利任之歌》 即是和唱 來歌頌神的拯救 神的大能 對以色列人來說 過紅海就是一個救恩的經歷 就是一個拯救的經歷 從必死的情況下 神讓沒有路的地方開出路 讓他們可以走乾地而過 這個就是以色列人共同的經歷 共同的記憶 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摩西就唱起這一首《摩西之歌》 來到這裡的時候 以色列人引用《摩西之歌》裡的歌詞 所以他就說 《看阿神是我的拯救》 我要依靠祂並不懼怕 《因為主要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思歌》 《也成了我的拯救》 這就是以色列人真實的經歷 在患難當中 他們來依靠神 在最黑暗的日子裡 他們來依靠神 他們在埃及圍勞之地的時候 他們呼求神 也依靠神 神施行實災 將他們帶出埃及 讓他們暗然闊步地走出埃及 經歷救恩 進入神給他們的應許美地裡 這個圖畫就是神的永恆計劃 從來沒有改變過 所以神的救恩這個計劃 在以色列人身上 也沒有改變過 直到今天也沒有改變過 神最終也要帶來 極大的拯救在裡面 所以我們依靠祂的時候 我們並不懼怕 你明白神 你明白神的心意 即是… 即是像我兒子一樣 他很認識我 所以… 有時候我也覺得很好笑 所以他不會怕你 因為他已經看穿你了 對嗎? 即是… 即是他看穿你 所以有時候就是這樣 我也對著他 我也沒有辦法 他真的好像看穿了我 有時候我想假裝惡 也不太合適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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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 因為他認識 所以其實我們跟神之間 都是這樣 即是… 即是如果我們認識神 我們明白神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懼怕 而且是因為神已經拯救我們 祂已經用救恩把祂救出來 所以我們不需要再懼怕 我們不再在罪的控訴裡 不再跟神好像很遙遠一樣 因為救恩已經臨到 弟兄姊妹 今天我們跟神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我們是否因為在神的救恩裡 以至於我們對神是… 即是… 有親近之感 而不是只有懼怕呢? 是吧? 所以呢 這裡說到 因為主要是我們的力量 是我們的師哥 神是我們的力量 是我們的師哥 他也成了我們的拯救 成了我們的救恩 是神親自成為我們的救恩 是耶穌道成肉身來拯救我們 所以… 以至到… 我們得著力量 這個就是我們要唱出來的一個詩歌 第三節 他說 所以你們必從救恩的傳言 歡迎取緒 當我們一說到這一句的時候 有很熟悉的感覺 從救恩的傳言歡迎取緒 這個是一語相關 一方面就是我們領受救恩 另外呢 從救恩的傳言歡迎取緒 其實這個圖畫是一個什麼圖畫呢? 就是以色列人守朱鵬節的時候 去到最高峰的時候 一定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到西羅雅池子那裡取緒 然後就為百姓灑水祝福 所以從救恩的傳言歡迎取緒 這個是朱鵬節裡面一個指定的動作 如果我們將朱鵬節的背景 那個圖畫 加進入這首詩歌裡面的時候 就是到哪一天 我們要清重要話 到哪一天神的怒氣已經轉燒 到哪一天神已經安慰了我們 到哪一天神要拯救我們 祂要成為我們的力量 成為我們的詩歌 成為我們的救恩 哪一天是什麼時候呢? 朱鵬的日子 以色列人慶祝朱鵬的時候 這個日子也是救恩的日子 為什麼呢? 朱鵬節最大的意思 就是神與祂的百姓同住 要說朱在我們當中 神朱鵬在我們當中 原來這個請求的日子 就是朱鵬的日子 就是神同在的日子 其實以色列人撥翼頂撞 神的同在離開 但是有一天神的同在要回來 神要再一次鑄在以色列人的當中 以色列人就可以再一次 從救恩的傳言裡面 歡迎的取水 以色列人就可以再一次 全心全意地投靠耶穫華 耶穫華的怒氣已經轉燒 並且大大的安慰以色列人 所以以色列人要從心底裡 向神發出這個讚美的詩歌 這就是以賽亞語言說到這裡的時候 忍不住唱出來的一首歌 神的恩典從沒有改變過 神要用祂的恩典重建以色列 甚至神的同在要回到以色列當中 這才是整個信息的核心 就是神是滿有憐憫的神 神是拯救的神 雖然神有審判 但是審判過後 也要施恩、憐憫、拯救 這才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就是要再一次 注鋪在以色列當中 以色列人必定在救恩的傳言中 歡迎取水 這才是復興 這才是神的心意 我們看下一段 第四節到第六節 經文說 在哪一日你們要說 當清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 將他所行的傳揚在萬民中 提說他的名已被尊崇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歌 因他所行的心是美好 但願這事普傳天下 錫安的居民當揚聲歡呼 因為在你們中間的以色列聖者乃為至大 先預告 我們必有哪日 哪日來到的時候 我們要歡迎取水 我們要唱起救恩的眾歌 還有甚麼要做呢? 這個日子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會帶來甚麼的後果 又或者 甚麼是我們要做的本分呢? 所以你看到第二個大段落 四到六節 其實是在豐富一到三節 再深化一到三節的主題 他說 在哪一日 這個拯救的日子 這個注盼的日子 這個神的榮耀 同在回到以色列的日子裏 你們要說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甚麼呢? 當清眾耶穌華 求告他的名 將他所行的 傳揚在萬民中 提說他的名 以備尊崇 你們要說 這就成為我們的本分 我們要對所有的人 來講一件事 對所有的人講甚麼呢? 以及對所有的人指的是甚麼人呢? 就是對萬民 對萬邦萬國萬民 對所有的人 對所有的人 編地的人 寸地的人 列國、列邦所有的人 來講甚麼呢? 來清謝謠華 發出對神的讚美 在這個讚美當中 使得神的作為傳揚在萬民當中 提說祂的名 以備尊崇 即是我們要成為那個的見證 當那一日的時候 當我們進入復興裏面的時候 我們要大大的見證神的作為 所以你看我們四個月沒有聚會 然後一恢復聚會的時候 做甚麼? 我們當中有一個環節 就是仰帝兄姐妹上來感恩 仰帝兄姐妹述說神的作為 這四個月我們是怎樣過的 這四十天的禁食裏 我們怎樣去經歷神的恩典 我們就是向神發出讚美 清謝謠華 扣高祂的名 將祂所行的存在萬民當中 其實這個 將祂所行的存讓在萬民當中 這是祭司的職責 這是祭司的職責 祭司就是要讓所有的人 看見神的榮美 你要知道 從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子 匯莫在他們當中 其實他們去到哪裡? 憲制到哪裡? 當他們這樣去憲制 就是讓神顯揚在萬國當中 祭司為何要規定他們穿什麼衣服等等 其實祭司是很搶眼的 特別是大祭司 在那個年代 藍色的染料 紫色的染料是很昂貴的 但是祭司走出來的那種金壁輝煌 頭上戴著金冠面 遠遠你就看到他 就是要顯出神的榮耀 這是祭司的職責 祭司就是要在萬民當中 讓列國都看見神 當祭司一憲制起來的時候 萬國看到這個敬拜 看到這個憲制的時候 他們就認識神 他們就認識以色列的神 事實上就是這樣 當以色列人這樣出埃及的時候 全世界第一次歪然地知道 原來要和神是這麼厲害的 原來以色列所相信的神 是創天造地的神 原來以色列的神 可以居於以色列人當中 與他們同住 雲處、火處帶領他的百姓 甚至可以伸手分開紅海 你想想 這些故事 人怎麼會知道呢 就是因為以色列人 他們在這裡獻祭 他們在這裡敬拜 所以以致到人就認識神 這是祭司的職責 所以來到新約的時候 都是這樣 耶穌說 唯有你們是聖結的俗內 是君尊的祭司 後面那句是什麼 後面那句就是 為要宣揚 照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我們作祭司的 就是要宣揚神的美德 宣揚神的奇妙 宣揚神如何照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宣揚神 我們舊主的美德 這就是祭司的責任 所以在哪一天的時候 神要恢復祭司的角度的榮耀 恢復祭司角度的功用 以致以色列人成為神的見證人 可以在萬聞當中傳揚 可以提說神的命以備尊屬 當以色列人這樣回頭 當以色列人再次擔負起祭司的職任的時候 然後列國就透過以色列人認識神 列國就透過以色列人與神相連 這就是神最後最終的心願 這就是哪天必定會發生的事情 然後第五節說 你們要向爺華唱歌因他所行的心是美好 但願這事普傳天下 再一次 你們要向爺華唱歌因他所行的心是美好 這句亦引用著摩西之歌 所以你發覺第一段第二段都引用摩西之歌 摩西之歌其實就是救恩之歌 摩西之歌就是對神的重贊的詩歌 所以他說到哪天 當神的拯救來到的時候 到哪天 當神再一次復興以色列 復興的日子會臨到的時候 我們會再一次唱起這首救恩之歌 再一次讚美神 再一次 藉著這個讚美感恩 藉著這個歌頌 張耶華的事跡 存於普天之下 其實這件事很奇妙 表面上看 以色列人遭逢禍劫 過破家亡秘魯到天下當中 但亦因為他們秘魯到天下當中 天下就有機會認識耶華華 是不是很特別 從人的角度來看 秘魯不會是一件好事 但是在神的計劃裡面 即使秘魯在當中亦有祝福 神的同在始終都在他們當中 神始終看顧他們 甚至給他們一個恩典 秘魯之後都可以歸回 秘魯之後竟然還有復興 在這個復興當中 以色列要再一次 擔起祭司的即使 當在這個復興當中 萬國恩著以色列人的緣故 會真真正正地認識神 所以以色列人到最後會唱起這首的救恩之歌 這首亦是一個得勝之歌 所以這一切的禍患都會過去 但是神的百姓對神的讚美之聲 終會響起 這個最後的勝利之歌是神的百姓所專響的 然後普天下的人都會看見 都會認識神 第六節 錫安的居民當陽聲歡呼 因為在你們中間的以色列聖者乃為自大 錫安的居民 錫安所指的就是耶路撒冷 所以耶路撒冷的居民 我們前面一直都說 耶路撒冷將要陷落 耶路撒冷將要被供取 但是神在最後宣告 耶路撒冷的居民 當陽聲歡呼 因為在你們中間的以色列聖者乃為自大 其實在這個亡國 在這個秘魯 在這個審判當中 在這個管教當中的時候 以色列是非常之淒涼的 但是呢 但是最後 當神哪一日來到的時候 當神的救恩臨到的時候 錫安的居民 耶路撒冷的人 會再一次的揚聲歡呼 一切的羞辱都成為過去 一切的悲慘都成為過去 而且神要再一次稱自己為以色列的聖者 神的名號 再一次跟以色列人綁在一起 永不分開 這位以色列的聖者是自大的 當以色列人再一次經歷那個復興 當他們再一次來守住棚子的時候 神的榮要回到錫安 神再一次將他自己的名號 跟這個以色列人綁在一起 跟耶路撒冷黏在一起 神的同在回到以色列的時候 神重回錫安的時候 天下的人就認識要說為最大 要說是最高 以色列人亦都這樣去認識 以至他們從心底裡 向神發出這個讚美 這幅圖畫必然會出現 這就是以色列人 在他預言當中所體現的 苦難是會有盡頭的一日 管教是會有盡頭的一日 但是神的同在始終不離不棄 要回到以色列的當中 回到耶路撒冷這個地方 耶路撒冷的居民必定經歷 而且起來大大的見證 榮耀神從救恩的傳言歡迎取水 讓天下萬國萬民都認識 這位創天造地 拯救以色列人 永不放棄人的神 這就是這首救恩之歌 所發出的訊息 但願這訊息今天 也都在你和我的心裡 永不磨滅 永不消失 以至我們經歷任何的困難 任何的考驗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哪一日必定會臨到 哪一日我們必定可以起來 述說祂榮耀的作為 並且向萬民作見證 見證我們的神的偉大 見證我們的神的美好 好似摩世一樣 好似義才一樣 Amen Hallelujah 各位弟兄姊妹 讓我們一同來站立 來向我們的神去敬拜 因為祂是佩德的 我們要向神去歡呼 向大聲的歡呼 大聲的讚揚祂 我們一齊來向爺和我們歌唱 因為祂的名是超乎萬民之随 祂是我們的萬子豬主 葡萄夏香耶和華 關乎歌唱 有能力與花美在祂的聲說 耶和華超乎萬聖之上的名 有尊重 有尊重和威嚴在祂面前 來向耶和華歌唱 想成就般是歡呼 迎耶和華偉大 當首記得的讚美 來向耶和華歌唱 全地要向祂歌唱 在列邦中訴說 祂奇妙的作為 是呀 祂我們要向祂來歌唱 向祂來歡呼 因為祂是佩德的 我們要來清謝祂 祂的歌唱 胡天下向耶和華 歡呼歌唱 有能力與花美 在祂的聲說 耶和華超乎萬聖之上 地名有尊重 何謂言在祂面前 來向耶和華歌唱 象征就怕是欢呼 音乐合法伟大 当手祈祷的赞美 来声乐合法歌唱 全体要向他歌颂 在列宝松述说 他奇妙的座位 当沉泄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缘 当感谢耶和华承受他的生命 因为耶和华奔为善 他提慈爱传到永远 他的心事永不更改 直到完蛋 来像耶和华歌唱 象征就怕是欢呼 音乐合法伟大 当手祈祷的赞美 来像耶和华歌唱 全体要向他歌颂 在列宝松述说 他奇妙的座位 来像耶和华歌唱 象征就怕是欢呼 音乐合法伟大 当手祈祷的赞美 来像耶和华歌唱 全体要向他歌颂 在夜半中诉说 他奇妙的座位 祝呀我们感谢你 我们要来述说你的荣耀 祝呀因为你是配得的 我们要来称赞你 赞美你 祝呀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力量 你是我们的诗歌 是我们的拯救 主人是我们的高台 我的诗歌 我的拯救 你是我缓慢 从选世的帮助 终身怎样围绕 耶路撒冷 你必围绕我到永远 祝你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台 坚固盼世 我信靠你 必不动摇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必难说 我的盼望 我的盼望 只在乎你 我的诗歌 我的成就 你是我缓慢 终身之地帮助 终身怎样围绕 耶路撒冷 你必围绕我到永远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台 坚固盼世 我信靠你 必不动摇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必难说 我的盼望 我的盼望 只在乎你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台 坚固盼世 我信靠你 必不动摇 祝你是我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必难说 我的盼望 坚固盼世 我信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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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不动摇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 我信靠你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台 坚固盼世 我信靠你 你必不动摇 祝你是我力量 是我力量 祝你是必难说 我的盼望 只在乎你 只要我们来听众你 只要我们来预论我们的领拜 我的盼望 只在乎你 我的盼望 只在乎你 我们一起去开声 去倾斜我们的神 是我们的盼望 是我们的拯救 在这个第五波疫情的里面 他仍然来看顾我们 我们都来开口 去倾斜我们的神 主我们来到你的根前 主我们来赞美你 感谢你 你确确实实是我们的拯救 你是我们家庭的拯救 你是这个城市 是这个社会 是这个全地的拯救 主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因为有你 主我们可以今天 来到你的根前 称借你 将一切荣耀归给你 祝我们感谢你 弟兄姐妹 今天神要给我们 一个很大的安慰 藉着这首诗歌 在以赛亚书十二章的里面 我们在灵的里面 我们可以合上眼睛 我们去思想 在过往的日子当中 你会有感觉 神又向你发怒呢 你觉得生活很不容易 很艰难呢 今天神和你和我说 他的怒气要转消 神的怒气要转消 等于牧师和我们所说 这个管教不会到永远 用我们的灵来 接受这个安慰 用我们的灵 今天去接受 领受神的话 神的安慰 要临到你临到我 无论是你自己 或者是你的家人 你的同事 你在职场的里面 甚至乎在香港 神的审判管教 会过去 秘鲁里面有福兴 今天我们在患难的里面 在艰难的里面 神同样应许你 应许我有福兴 主我们来到你的根前 我们今天要来领受 你的话 你的rayma 你的怒气 会有转消的一日 今天藉着 以彩亚书十二章 你要安慰我们 你要带来安慰 因为你要与我们同在 我们必从救恩的传言 欢然取水 主我们领受你的话 领受这个盼望 领受从你而来的力量 主耶和话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诗歌 是我们的拯救 主今天我们就领受 这个力量 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主你来转化我们的眼光 不再看一个的环境 我们的眼光 要定征于你的话 你要安慰我们 你就是我们的力量 主无论今天状况如何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经济如何 无论香港今天如何 主我们相信你的话 主我们要从心底里面 称借你 主这刻我们要来求告你 我们定义要传扬你的命 无论在我们的家 我们的职场 主我们定义要来传扬你的命 主多谢你 借着你的话语 主我们知道 你要再次恢复我们 这个祭司的位分 不是再被老的 不是再被打压的 主 是等于以赛亚的这首歌 就等同牧师所说 昔日摩世之歌 你必然会带领我们 经过这个红海 安然到达你所应许的地方 主我们感谢你的同在 你的同在是何等的宝贵 在你的同在里面 我们的灵要被活过来 要被苏醒过来 主我们要开声来赞美你 扬声的欢呼 弟兄姐妹 你可否一刻就来开口 你去感谢神 在这些过去的日子里面 纵然艰难 但神今天仍然来保守着我们 我们就去开口 去感恩 在感恩的里面 我们的灵要被活过来 在感恩的里面 我们就要来见证我们的神 无论在我们家人面前 在我们的职场 我们上班 我们同时就去讲述神的作为 不单单在周日主崇的广台上去见证 更加重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定义来见证我们的神 祂是我们的拯救 是我们的力量 是安慰我们的神 纵然在艰难的里面 我们相信必然有福兴 必然有福兴 主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主我们知道 昔日以赛瓦所说的到那日 在新约的时候 我们今天已经到了那日了 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了 我们是有救主的 我们是有活泼的盼望的 主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因为有祢 因为有以色列的圣者 我们可以和世人不一样 世人在忧愁的里面 我们却在一个高兴的欢乐歌的里面 在欢呼的里面 祝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主我们知道 一宿虽然有福兴 早晨定必欢呼 主也虽然以色列曾经被老 但是今天你仍然让他复国 豈不是今天我们的生命吗 豈不是我们今天 所常常讨告我们家人的生命吗 不是你所爱的香港吗 主我们多谢祢 赞美祢 主虽然香港经历过很艰难的时候 但是我们知道 只要我们愿意来回转归向祢 主我们扬声来欢呼赞美祢的时候 香港同样有出路 香港同样得到你的拯救 主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主这个盼望就在我们的当中 多谢你借着以赛亚书12章 来兼顾我们的信心 主管教是为了拯救 管教是为了拯救 主无论我们自己 我们的家人 主无论在香港 经历过这一切管教的时候 我们宣告 救恩便临到我们的当中 主我们多谢祢 赞美祢 多谢祢 给予新锐 是快此打凉的新器具 主在这个末日的时候 在这个末世的里面 你要庆祢我们每一个 是欢呼收割的日子 是欢呼收割的日子 主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命 Amen 以赛书12章 第2节 看啊 神是我的拯救 我要依靠祂并不可怕 因为主要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也成了我的拯救 看啊 神是我的拯救 看啊 神是我的拯救 看啊 神是我的拯救 弟姐妹 当我们在困难当中 当以色列在管轄当中的时候 其实先知不停地向他们 发出一个呼召就是 看啊 看神的拯救 不要定征在困难之上 定征在神的身上 看啊 看神的拯救 当你定征在神 当你跟着神的时候 神必定为我们开路 神必定为我们预备 我想这个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要学这个功课 刚才我在下面的时候 刚刚收到一个信息 收到一个信息 今晚呢 其实我们会有族长的小组聚会 我有一个心愿 我很想今晚带我们所有族长 去看我们即将 现在正在安排要买的新的场地 但这两天一直联络 业主都说 没有什么可能 没有空了 不行了 因为我跟他说 我们有些族长要上班 所以最好放了班之后 可以开门 让他们进去看一看这个场地 我们可以一起在那里祷告 一起在那里领受 业主一直都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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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但我们今天 在神图看到这里 看啊 神是我们的拯救 而是我的力量 是我们的思过 就是这一分钟 刚才我刚刚收到短信 他今晚愿意过来开门 让我们的族长进去 看看这个新地方 看啊 神是我们的拯救 神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神 无所不能 我们的神看顾我们到底 弟姐妹 不要惧怕 因为你的神与你同在 我们一起来祈祷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求你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 主啊就算在患难当中 在管教当中 在一切当中 我们要看的是你 我们要定征在你的救恩之上 看那 神是我的拯救 神是我的救恩 神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思觉 也成了我的救恩 所以我们必从救恩的全员 欢然的取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求主将这份祝福 放在我们生命里面 让我们常常与你同在 让我们常常在救恩的全员里面 欢然的取水 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就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将我们来夺去 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激到我们 因为你就是我们的请教 你就是我们的依靠 因此我们并不惧怕 主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坚勻 永不动摇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早神祷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再见 感谢观看